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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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每個人要成立會搬家 我們打敗了這些側翼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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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 選舉的 我的成績 合乎情理 但是出乎意料 合乎情理 出乎意料 那我 我 最高興的是 我打敗了側翼王軍 我希望 這一次這些側翼王軍 能夠深自反省 那麼 找回 他們自己的靈魂 不要失去人性的善良厚大 慈悲 那 我 能夠當選 我覺得就是對 側翼王軍 最大的打擊跟諷刺 因為他們每天都恨不得 打垮王世間 那其實 本來在選前的一個禮拜 在那場大遊行當中 我知道側翼王軍 做了很多佈置 本來我那一天很 很難過 我回家 甚至想好了 怎麼樣撤退的計畫 從議會辦公室撤走 我想到 我就再回到 我自己做的事業 至少我能夠安頓好 跟隨我的 我這些同仁們 那所以 我很高興 就是說 那 社會 給了我這麼好的一次 再一次機會 也讓我討回一些公大 而且 我今天 在 三點半的時候 我很堅定的 投下了我個人 市長那一票 我投給了陳時中 因為 我今天 有看到 黃珊珊她昨天寫的 她 選舉 最後一天 寫的一篇貼文 那 她傳遞了這個訊息給我 她寫到 她說 朋友是永遠的 選舉是一時的 朋友是永遠的 所以 她告訴我說 朋友是永遠的 沒有誰欠誰的 我們永遠都是朋友 所以我知道 她解開了我心裡這一道枷鎖 她讓我能夠去完成 我應該盡的義務 所以這點 我很感謝黃珊珊 我感謝黃珊珊 她在最後一刻 那麼她讓我可以很自由 全力的去完成我應該盡的 最後這一個義務 就是我個人的這一張選票 那我去投給陳時中 很堅定的投下去 所以 所以 謝謝黃珊珊 那我也 祝福陳時中 能夠盪選 這是 我現在心裡的想法 那議員想問一下 這一次黃珊珊 就是她的票選 選票落後另外兩位 就是 參選人 然後想問一下 那有沒有認為她 她落後連有沒有可能跟 柯文哲有關係這樣子 柯文哲一直是黃珊珊最大的包袱 那黃珊珊基於人情義理 他從頭到尾都沒有跟柯文哲切割 那這是人性的光輝 我們人要念就習情 那這一點黃珊珊做到了 黃珊珊不但沒有跟柯文哲切割 你看過去黃珊珊她出生於清明大 她當時受資於宋楚瑜 她一直到現在都沒有講過 宋楚瑜半點的批評的話 更沒有跟宋楚瑜切割 那很多人拿宋楚瑜 柯文哲來拖累黃珊珊 來戲虐她 但是黃珊珊都很勇敢的接受 我覺得我們為人處事就是要這樣子 就是說該你承受的 這是你本來就應當承擔的 那她勇敢的承擔 她不去為了勝利而去做切割 我覺得這是很好 這是人性的光輝面 所以黃珊珊選舉是輸了 但是為人處事她是贏的 她維護了我們為人處事 應該有的人性最善良的一面 這才是對的 所以我很佩服她 那我會把我當時我的提案 要抗拒遠雄這個惡劣財團 要求要對大巨蛋解約這個提案 黃珊珊第一個升月末 她從頭到尾幫助我 讓我這個提案能夠通過 那我一直欠她這個人情 所以我欠她的人情 我會在下一次的選舉來還給她 所以那個黃珊珊 謝謝你 在最後一分鐘 她寫了這一篇貼文 我看懂她的意思 所以我今天很堅定的投給陳時中 我完成了我最後應該盡的一個義務 那想問一下就是余美人這邊就是 該選前有公開力挺支持 只是選 成功選上有什麼話想要對她講 朋友就是朋友 余美人真的是良師益友 余美人跟黃岳珊老師 還有好幾位好朋友 他們一直聲援我 那我覺得讓我在這個選舉的這一段 尤其是後半段這一兩個禮拜 深受側翼網軍打擊的時候 我那時候感受特別深 那我很意外 她能夠在那麼大的一場造勢晚會上面 她勇敢的說出那一句話 她不怕被虛聲 她也不怕被譴責 那柯文哲後來一直說 余美人那是一句玩笑話搞笑的 我覺得柯文哲不應該這樣子去 用這句話來消遣余美人 我相信余美人是發自內心的 因為她本來跟我跟好多人 本來我們就都是朋友 而且我們是君子之交 所以我們平常沒有做很多的互相的這些往來 但是我們心裡面一直都為對方保存了一個位置 所以我很佩服余美人敢在那個造勢場合 他勇敢的說出這一句話 那這一句話 就在最後一個禮拜喚醒了我 所以我才勇敢的又再走回我的競選總部 我才很勇敢的走完最後這個禮拜 這一場選舉的路 否則我在那一場我們這個造勢的遊行當中 我確實看盡了人情冷暖 也看盡了側翼網軍的惡力 那他們在那個時候確實打擊到我 那我那時候心悔意冷 所以我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謝余美人 我相信她是發自內心 她那句話是真的 所以有一點觸怒到柯文哲 當然柯文哲就會說 因為人那句話是搞笑的 錯了 柯文哲你才是搞笑 你不但害了黃珊珊 你也害了你們整個民眾黨 議員那林真如票數也不錯 你會為他開心嗎 林真如 林真如 當然他父親跟我是議會的同事 我們已經同事兩屆了 撇開這個藍綠白的政治立場不同 撇開這些不講 林國成跟林真如本來私底下 我們都是見了面都很客氣的 所以大家彼此都是朋友 所以他能夠開高票 我當然為他高興 我為這一位朋友林國成 他能夠有這麼好 這麼優秀的一位女兒 我這一點我覺得對他也 這比林國成自己選舉高票 他會更高興 因為是他的女兒高票當選 爸爸都是最挺女兒的 我自己有女兒我非常清楚 聽說您的心情很複雜 因為縣市長的選舉 這個票數來講 好像目前來看 綠營的票數好像沒有預期中那麼好 心裡當然是非常難過 這有如刀割一樣 但是選舉是一時的 四年選一次 其實我們還有多的是機會 那只要我們能夠記取這一次 慘痛的教訓 那麼我認為我們民進黨一定 在兩年後 四年後 2024 2026 民進黨一定能夠在崛起 在社會上引領社會的改革 帶領著我們國家一起進步 所以這一點我是 毫無任何遲疑 跟這個 我認為 我相信真正民進黨的精神 絕對能引領我們台灣國家社會 跟著我們台灣國家社會一起成長 一起進步的 台灣的精神就是民進黨的精神 任何人違背了這個精神 他不配稱為一位民進黨員 我敢勇敢大聲的講這句話 那我們民進黨絕對會記取這一次慘痛的教訓 我也謝謝那麼堅定的我們民進黨的支持者 其實在他們內心深處 他們很清楚 他們有個是非 有一把尺的 但是我們應該還要再去說服社會上更多數的民眾來支持我們 其實社會上更多數的民眾 他們是更有智慧的在看待我們台灣的前途跟台灣的現狀 所以我認為我們民進黨會記取這個教訓 系統裡面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磁氯酸水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不會殘留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精呢 就是上我們的快點購